来我们讲第15个点 他似乎很开心 我们要写出三个统一句 那为什么能写出三个统一句呢 因为似乎有三大用法 但这个用法没人知道啊 那sims怎么用呢 第一个接形容词 第二个接to do 第三 it seems it seems the light加句子 可以是单三 可以是过去式 根据你的语言环境 sims一共有三大用法 就这些 然后我们来看具体的 下道题 他似乎很开心 怎么用呢 他似乎很开心 我们怎么用呢 来看 第一 它是第三种单数 我们先用sims加形容词 所以我们就写成 he seems happy 他似乎很开心 那么这个词 有点相当于细动词用 因为它后面可以直接接形容词 为啥加s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实义动词 你还可以写成 he seems to be happy 他似乎很开心 你还可以写成 he seems that he is happy 他似乎很开心 你要把这三个点记住 这个题你不可能写错 一 直接接形容词 二 to do 三 in the same state 加句子 完事 第十六个点 我喜欢记日记 重点 记日记 我们用keep 没有用write的 记日记 就是 keep a diary keep a diary 记日记 我喜欢记日记 主语是我 未语是喜欢 like homer 皆 doing 非未语动词 未语 非未语 记日记 keep a diary 明白 十七个考点 它是令人愉悦的 重点单词 令人愉悦 我们精确到每个必考单词 必考端语 你像sim 这个词 你这三个用法都不知道 你考试考啥呀 接形容词不明白 还以为复修动呢 接to do也不懂 还接独营呢 it seems that 加句子 考过多少遍了 太多遍不计其数了 记日记 还用write呢 能行吗 令人愉悦的 给你个enjoy 动词 让你改成形容词 不明白 able的后缀是不可以的 同学们 enjoyable 令人愉悦的 那 它是令人愉悦的 主语是 it 细动词 enjoyable是表语 它是enjoy的形容词 中文 令人愉悦的 大家必须注意词形转换 给你enjoy 你就改成enjoyable 这个必须得会 必须得会 第十八个点 我决定去哪里 重点 决定的两大同一句 怎么用啊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做某事 等于什么 等于make a decision to do something 也接to do 但是一个decide 可以换成一个词注 make a decision 只不过这里面 它是动词 而这个decision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在考试要会 动词和名词的转换 decide decision 那你看 我决定去哪里 你要把这个同一词能记住 你的同一句 不存在写不上的可能性 I decided to go there 我决定去哪里 等于什么 I made a decision to go there decide 不等于make a decision 那你是过去时 它也得是过去时 19 我努力学好英语 重点 努力 全力以赴去做某事 努力做某事 那努力做某事 可以写成什么呀 try to do something 还可以写成 try what's best to do something 这个wise 代表着行物代 或者是所有格 这个wise 代表着行物代 或者是所有格 把这个考点 我们给它提炼出来 try to do something 等于try what's best to do something 那你看嘛 我努力学好英语 学好的好 用well 为啥呀 修饰动词不得用副词吗 行修名 副修动吗 我们在出几语法 早就想过了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用法 行修名 副修动 try to do something I try to learn english well 学语言 不用study 用learn 把它精准化 考试怎么考 你就怎么学 考试考什么 你就学什么 你咋能不会呢 等于什么 I try my best to learn english well try what's best to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 它俩相等 都是竭尽全力 去做某事 二十个点 我试着其次应词 试着做某事 try doing 学老师 try to do something 等于try doing something 不等于 try to do something 等于try what's best to do something 这个是尽力做某事 明白 尽力做某事 和你试着做某事 能一样吗 这个是逝者做某事 而这个是什么 尽力做某事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那你看 I try riding my pack 我试着骑行车 这不就try doing something try doing something 21个点 我感觉 我是一只鸟 我感觉好像 我是一只鸟 那么feel like 感觉像 首先注意 你感觉你像一只鸟 实际上你不可能是鸟 所以它是一个虚拟语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feel like 除了感觉像的意思之外 还有想要的意思 后面截的是do you 意味 想要做某事 那你看 我感觉 我是一只鸟 I feel like I was a bird 为什么words 虚拟吗 虚拟吗 你用words也行 word也行 虚拟语气当中 一般都用word 一般都用word I'm is up 统一用word 因为它是虚拟 所以退后一个试探 因为你人 不可能变成鸟 但虚拟语气的用法 我们这里面只是 简单的设计一下 为啥要虚拟 你要心里有数 因为你是人 你不能变成鸟 你感觉你像一只鸟 但你实际不是 所以这里用words 还是word都是可以的 我们以前规定 必须用word 但现在words也可以通用了 这会儿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来 继续 下一点 下一点 往下 我们看第二十二个点 我想要吃苹果 英语中几个想要啊 一共是三个 一个是want 一个是feel like 一个是wood like 什么区别知道吗 英语中一共有三个想要 什么区别 want 接to do feel like 接do you wood like 也接to do 但是wood like 它没有人称变化 没有时态变化 而你这个want 它是有人称时态变化的 明白吗 你这个want 你是有人称变化的 单三 过去时不都行吗 人称时态变化 都有 你这个wood like 你没有人称变化 无人称时态变化 总这么写 至于feel like 和他们不一样 因为人家接的是do you 得吧 我想要吃苹果 I want to eat apples I feel like eating apples I would like to eat apples 这不都可以吗 明白吧 二十三个点 我想知道你是否喜欢我 想知道 这个单词特别重要 wonder 这个词一般都接 if引导的重句 一般都接 if引导的 必须重句 为啥 因为它翻译成疑惑 或想知道 既然你疑惑的事情 你就是不确定的事情 所以接 if引导的重句 I wonder if you like me 我很想知道 是否你喜欢我 你这个if引导 逼语重句的时候 不要翻译成如果 那翻译成什么呀 是否 你要引导条件状语重句 你才能翻译成如果 而这个 翻译成是否 下一个 这本书对我产生很大不同 重点 对某人产生很大不同 怎么说 make a difference 重点词重 make a difference 重点词重 make a difference to somebody 对某人产生不同 这里面是一个贯词 搭配的动词是make different 它的名词是difference 这个必须得会 make a difference to somebody 对某人产生不同 主语 这本书对我产生很大不同 这什么词啊 借此呗 借此后面借binger make a difference to 对什么产生不同 这个词主 大家必须要背起来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以前接触过一个词主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 记得吧 非常愿意考 它的反译词 be the same as 与什么什么相同 比如说我跟你不同 I'm different from you 这本书和那本书一样 the book is the same as that one 掌握这个词主 be different from be the same 接的是as 记住了啊 第25个点 我正站在山顶 在山顶怎么说呀 at 或on 25个考虑 at 或on the top of 在什么什么的顶端 我正站在山顶 am standing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都可以 top 名词 顶端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在山顶上 那这句话 我正站在山顶 可见 它是一个 现在进行试 怎么构成 B加都应 联合构成 现在进行试 从这里 到这里 其实这是一个 地点 庄宇 你站哪儿呢 我站在山顶上 竹语 未语 地点 庄宇 第26个点 26个考点 讲什么 我正在等你 等候 wait for wait for 能行吗 等人 等车 不管你 等候什么 都得有for 为啥 因为它是一个 不挤 无动词 不挤 无动词 不能接 避语 想接 避语 可以 用借词 连一下 因为借词 号码 可以接 避语 明白 我正在等你 也是一个 进行试 B加都应 I'm waiting for you 这个you 是B I'm waiting for you 这个you主格和Bing 长得一样 但在本题当中 它一定是Bing 因为for是一个借词 I'm waiting for you 27 我正在等车 去看电影 重点 等车 等车去做某事 第二个重点 看电影咋说 首先等车 去做某事 为啥叫for 不挤无动词 Wait for the bus to do something 等车去做某事 我没有to do 等候某人 去做某事 等候某物 去做某事 它都接to do 看电影 Watch a film Go to see a film See a movie 都行 看电影的用法 太多了 太多了 进行时 I'm waiting for the bus 我正在等车 B加度影 干嘛 目的 to do something 目的装语 to see a movie 等车的目的是干什么 to do 表示目的 看电影呗 我为了去看电影 不去看电影等车感 所以他表示的是目的 所以他表示的是目的 to do 看电影 see a movie go to see a movie 这个Watch a movie 都行 第28个考点 非常重要 我正在公共汽车站等候 这回我没接别语 老师没有说等人呢 等车呀 我谁也没说呀 我只是说了 我正在公共汽车站等 咱们没有说等人 也没有说等车 没有说等任何东西 我只是说了 我正在公共汽车站等 等候 那么这个点是怎么回事的 注意 这里面不能加for了 at the bus stop 是一个小地点 车站 机场 学校 这几个地方都视为小地点 不能拿水去量 那有人说老师 大地点用in 小地点用at 我怎么知道是大地点 小地点呢 你就看呗 车站 记住啊 车站 机场 学校 我们习惯用at 其他一般都视为大地点 所以 在车站等 你这个车站是地点状语 而不是 而不是 等的避语 明白不 你是一个地点状语 你不是等候的避语 可别萌 老师 那这个为啥用for啊 你这不是避语吗 等车吗 你这不是避语吗 你这不是地点状语吗 能一样吗 避语你就接for呗呗 等人等车 那你这是地点状语 能用for能写吗 我正在公共汽车站等候 am waiting 这是一个地点状语 不是避语 懂吗 所以用at的bus stop 这个题最容易错 所以我们经常说 当等候这个词出现的时候 你要看好 它是for 还是at 明白 它是for 还是at 这个你们千万要看清楚 它是for 还是at 看好了啊 这个题如果在考试出现 你们记住 它算一道一错题 这个题太容易错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点 这个题 明白了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